字幕提供 拿下了三胜 防御率是1.65 在32又三分之二局当中 他出现了26次的三振 8次的4块球保送 4块球保送投的并不多 今年布雷克在5月17号 曾经面对过 台冈雄英一场比赛 那场比赛他花了90球 吃了7又三分之二局 拿下了胜头 画面上是同学队今天的 先发防守阵容 刚才报告过了 只有俯首张翔换人 其他的阵容跟昨天是复制贴上 曾子佑 这个球打在右边方向 右来手林安可 就定位不出去 昨天四个打数没有急出安打 这个球打在二雷手的管区当中 两出球 去进攻到这种高的速球 但这个球并没有投进来 形成了4块保送 疲劳度的一种现象出来 脚步又比较沉重一点 这个球中间方向的飞球 陈杰仙已经掌握住了 顺利的接杀也结束了一局上半 开路先锋 邱之辰 第二棒陈总体 三大棒的是陈杰仙 陈雄夕还有林安可 第六棒是DS胡进龙 七到九棒是潘姐凯 张翔还有陈贵越 那么先发投手布雷赫 于上半身有保重 但是并没有掉分数 台岗队这场比赛的先发投手 是左投手陈柏青搭配的 捕手吴明红 一类手魔鹰 二类手胡冠宇 三类手杜家明 游击大关是曾子佣 但外手分别是 蓝英伦 陈文杰还有王伯璇 那这场比赛 台岗队的DH是第四棒的张兆元 台岗队的先发投手 陈柏青今年赛季七场的出赛 都是先发 拿了一胜但吞了五半 在三十六又三门之一局当中 他有十二次的三胜 但是出现了二十二次的四坏球保送 小黑邱志诚 昨天除了有两只安打之外 另外还有出赛球才刚要讲 明显的坏球 四坏球保送 这个球打在反方向 是一只安打 同事队在一局下半 要分数进账了 小黑邱志诚现在回到本类 那这个球传回来 但是同事队的跑者 陈重庭现在上三类 敲出安打是承接线 帮助同事队在一局下半 还没有人出局就攻下了分数 投球 还是坏球出现了 这个半局 这场比赛的第二十四坏球 那安可打是不打 连续的四颗坏球 喊了暂停之后 还是出现了四坏保送 林安可挤回了一分 回望落空 这是同事队 这个半局 这场比赛 第一个出局 今年面对左投手的打击率 绕三成四五 最近是连续三场比赛几次外 打这个球打在右边方向 至少会有一分 但三蕾上的跑者要回来得分 没有问题 球迷说 好像这个球是打在哈马辛的身上 这个球右边方向 二类手拦截住之后 抛给一类手 自杀了打击的张响 也结束了一局下半 同事的进攻 在第二局 会不会更加积极的进攻 好球带 这个球二类手露了一下 捡起来再转 来了进 抓到了来一轮 面对布雷克打了最好的一位选手 接着上场的杜嘉明打第一球 中间方向的飞球 两出局 右边方向的滚地球 一类手抛给普贵尔投手 刺杀了塔吉 乌米红结束了二局上半 台冈队的进攻 但是在台冈队这边 投手已经换成的是陈宇红 先发投手 陈柏青只投了一局而已 就被换下去 这球塞得好像有侵略性的哦 但一类手认定许哲宁并没有出棒 要求两块球 哦 是触身球 那一类手判定没有出棒的情况下 触身球是成立的 又是一个反方向的飞球 左外野手追过去 几率是三成零八 这个球哇 这是一个塔带跑 游击手接球之后只能选择船 一类 反方向的飞球 左外野手有点判断错误了 一开始往前跑啊 这个球欧巴了 一路滚到旋轿打墙边啊 现在陈杰线向三垒 向三垒刹车 清楚的是这球 其实陈杰线咬得很扎实 所以整个飞行是持续的在 很强劲的往外野的后方飞 选手生涯你有碰过这种 很难判断的飞球 有没有那种 来不及 我们下个半局再来聊 游击去了滚地球 第一局呢目前则是两成一四 这个球挥棒落空 遭到了三阵 就看张响这边怎么去运用 不过球数还是投不当的领先 两号球一坏球 这个球投进来了 变化球让王博旋挥棒落空 捕手传一垒完成了这个三阵 两出局 布雷克这个半局都是球数领先的 压迫打者 这个球受到挤压 二雷手向后退 投手更好投 这个球打在反方向 出来一手 来一轮 哎呦 他们是不太想要把 先来看一下场上苏志杰 这一棒打在反方向 还蛮深远的 主要一手向后退 最后在警戒圈的接杀了 这个飞球两出局 满里面 又是一个 潘杰凯敲出篮打 那这个球是咬得很扎实 所以造成了反向的平飞安打 除了不让对方想什么之外 有些监督是不让自己的选手知道 他想什么 这个球右边方向落地 又是一次安打 原本在垒包上的潘杰凯现在要上三垒 张翔敲出了安打 其实面对这种地球 他今年有可能是失队的主力游击手 这球碰成了一个右边方向的滚地球 魔鹰接球之后 回去踩垒 也没办法做行销 对 那所以现在台冈队就是需要 这些年轻的选手 赶快把成绩打出来 就至少能够稳定的在一军 又回到了high fastball 这个球被扛住了 但还好 还好 形成了一个冲天炮 游击手来接 游击手 曾自由接球之后传一垒 那联盟工作人员说 那位女球迷是统一失敏 我先来看一下 二雷手接球转身传一垒 但是传偏 其实这个球 打在中间方向 二雷手是移动了 蛮长一段距离才拦住 外野的位置 没有特别移动 这回打在中右方向 中外野手来接 一垒跑者走 这个球 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对 极客这一棒打在中右外野方向 最后是交给中外野手来接 哦 手安出现了 想说 呃 左边的肩膀不要动 嗯 这个球打成了一个 哦呦 这一棒 吴明红打在左边方向是一支安打 这种所谓的武器球都会全部用出来 对 那当然 当有危机的时候 就是可以凸显打折他的现况 像刚刚小波讲 就是得点圈的时候投手的配球是不一样的 哇 这个球被打成了右边方向的配球 哦 还好 他说 他要上去特别跟六一整讲 哇 这个球揮棒落空啊 林安可还是遭到了三振 投手讲说 因为那场比赛同一是对落后的有一段差距 这个部分的细节是真的有做到位了哦 呦 苏志杰右边方向难打 直棒总教练难为的地方 或者是一些调度的一些细节哦 先来看一下潘杰凯这一棒仰角很高 一玩手向后退 向后退 来到拳打墙边 进手套 那我就想要看一下是封的问题吗 张翔右边方向的滚地球 二雷手拦截住就传一蕾 好了 很想要跟曾子佑 哦 都是来跟曾子佑要合的叫 哦 这个球打在中间方向 有点受到挤压的飞球 有没有机会落地 这个就是平常哦 尤其在失队啦 这种的背后跑动的接球也是练得很多啊 我本身就是一个蛮有难度的接球 所以即便练了很多还是不一定能够柯柯掌握啦哦 1 2 3 3 4 4 1 二雷 出凳 哦哦 啊 对 他就在等说选手你如果觉得是safe 你有信心的话你就跟我做个手势我就比框框了哦 嗯 但重播看起来应该是出局没有问题 回方落空 而且是因为左外手来源的判断失误 让他掉了一分 在这个半局许哲燕上来 右边方向 右边的成长 这个球打在中间方向 左外手退后去追 这球拖得漂亮 这场比赛同时队 第一次进攻的时候 参加三下 今天布雷克看起来也有机会 来投七局 这个半局两位打者 两球 投球他就是往红中赛 他也不怕你打 杜嘉明这一棒打在中间方向 这个半局布雷克五个球 轻松 立快地投完了这个半局 那现在台阳队再度的换投 换上来的是林诗祥 今年赛季出赛了五场比赛 投了五局 没有掉支则分 而且每局被上海率控制得也不错 陈杰倩这一棒打成了一个 反方向的冲天炮 游击手曾子佑 这个变化球让陈文基挥棒落空 这个头发哦 曾波清的左头 然后第一肩侧头 跟现在在场上的这个 比较算是高压诉求派的头发哦 又要塞内脚哦 这一棒被林安可逮中了 右边方向的飞球 未来手追过去 追过去没有追到 这一支安打 而且有机会形成长打 现在林安可上到二壘之后 过载不提到 朝三壘推进 这个时候林安可上到三壘 没有问题 Safe 第二支三壘安打 棒子赶在前面哦 微棒落空 最后还是用变化球三阵掉了苏智杰啊 投球的话下一局就只有一局的投球空间哦 游几区的滚地球 接球传一点 哇这个球准啊 很多人都是喜欢拍照嘛 所以有时候会找 自己适当的角度 黄博旋敲出了中间方向南 打在两出局之后 这个高球算是 台刚打者今天 面对布雷克 他的比较威力的地方 有少数有掌握住的哦 那同时对换上来的第二任投手呢 是 佩瑞兹啊 今年十八场的出赛已经投了三十一 又三分之一局了 有七场的中继成功 跟四次的救援成功 用结果去评断 这个球打成了一个二壘方向的滚地球 接球之后 传一壘 那今年黄群在 一军啊 到目前为止 其实也是 出赛频率算蛮高的一位选手 哦 还是暴露 回帮落空 这个球捕手露了一下 跑者选择起跑 第一时间落地弹的位置 他就直接 没有任何的犹豫往二壘跑了 所以 有机会比球 早了一步哦 哇 最后这个球 挥棒落空啊 这也是应该是一个止场 必有后福 黄群还是自己来好了 接球传一壘 哇 陈文杰打第一球 二壘手拦住之后 转身传一壘 哇 这个球 摩英打在右边方向 又来一手 林安可 两出局了 台冠队最后的希望是 张兆元 这个左边方向的滚地球 有一手接球之后 转身传一壘 又出杀了 有没有出道 诶 诶 基哥现在要比框框了 基哥认为 急球跑路员并没有踩踏到一壘 所以现在比总要挑战 看一下这边 哇 踩壘挥棒落空啊 凹到同一时队挑战成功 那这场比赛告一段落 最后的比数呢 哇 四比零啊 同一时队再度完封了台冠队哦 那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布雷克七右三分之二绝 投球拿下了胜头至于败战投手呢 则是台冠队的先发投手 陈柏青啊 今天头一局因为 四块球保送过多的关系哦 所以中下的半音啊 陈柏青要吞下他 今年赛季 他生涯的第六败 那这场比赛 陈杰现在第一打席就敲出了 带有打点的安打 是这场比赛的胜利打点 统一世代英雄之后 也收下了上半季的三十胜啊 是今年第一支拿到三十胜的球队 那封王的魔术数字 也减到了M11 这应该不用在部队集合的话哦 那我们休息一下 再来看这场比赛的APP